畫面右側一輛白車急死而來 只看到一個身影被撞擊之後直接彈飛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案發現場在吉隆的中正路 小貨車後抖擋板被撞歪 在波及前方的黑色車輛 車禍發出巨大聲響 引起了附近民眾注意 但肇事駕駛竟然直接開車逃逸 那車開超快的 超快喔 一定超快的 不然我們炸車撐好大聲 他明天早上固定上班 那是買早點 就是騎那個7米咖啡就過來 那過馬路的時候就被撞了 說日凌晨5點多 擔任保全52歲男子 出門上班買早餐 走在中正路上 突然被一輛 急死而來的白色休旅車追撞 當場死亡 案發後 肇事駕駛一路開車 開到巴豆子漁港 汽車逃逸 不過可以看到車輛擋風玻璃破一個大洞 右側車頭全毀 駕駛座上還有空酒瓶 本所於今日上午獲報 中正路段有交通事故案件 照常了解發現 曾姓男子已無生命跡象 立即通報救護單位 及交通對事故處理小組 做後續處理 並連續城南家屬 本所周邊監視器 發現一部白色自小客 撞擊路邊行人 目前已掌握 肇事自小客車號 尋現追查駕駛人身份 並釐清肇事原因 由於警方始終聯絡不上駕駛 經過全力追查 終於在12小時之後 22歲高姓男子主動聯繫警方 警方即刻組成專案小組 調閱監視畫面 發現陶藝之自小客 細置必煞魚港停車場內 警方尋現通知高姓嫌犯 道案說明 經呼氣酒精測試值 達每公升0.06毫克 警方前往逮人 當場進行酒測 酒測值是0.06毫克 全案依照公共危險罪 急過失致死 將高姓嫌犯 移送金融地檢署偵辦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達到 在大後 警方 警方 谢谢观看